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小北 想长个儿 我想参加奥运会 里面很多项目我都很喜欢 比如呢 比如说奥运会的速度滑冰 需要天赋很难 奥运会乒乓球 竞争激烈很难 奥运会足球 参加女足很难 男足 我只能参加男足 男足别说了 我也四年一次 我想咱们既然要参加 来个那种男的 就是铁人三项 铁人三项我知道 喝酒烧烤直播 那是老铁三项 铁人三项 游泳 自行车 跃跃跑 这样咱们来一下 行 那我干嘛 你当解说 可以吧 大家好 我是本次的解说员小北 我们看到中国运动员豆豆 已经开始热身了 他扭了扭脖子 从床上坐了起来 从 准备起 准备热身 好吧 动起来 动起来 好 好 好 三 二 一走 如果话都在时 中央都被一指 歪本人是汗子 鸡包明中一指 这热很久 一热只要一个半小时 游不动了呀 游不动 就简单 拉伸一下就可以了 拉伸一下 好 好 豆豆开始对着镜头 拉伸 拉伸自己的胸大肌 背阔肌 苹果肌 这个没必要拉伸吗 还有他的小心机 这个赢不了对手啊 这没必要展示啊 好 我们废话不多说了 观众朋友们 我们铁人三项 马上要开始了 第一个项目就是游泳 豆豆站在泳翅旁 他戴上了泳镜 戴上了泳帽 穿上了泳裤 我穿了他 我穿了他 豆豆他脱掉了泳裤 不要脱啊 就是要穿着游的呀 游泳要穿泳裤 当然了 别想了 快 好好好 这次跟豆豆一起比赛选举 都非常恐怖啊 第一个是来自美国的菲尔普斯 这太恐怖了 这怎么比啊 好 非常厉害 第二个是来自东海的龙王 这都不是人啊 第三个是来自日本的真子 他会游泳吗 你别我会不会 你就说他恐怖不恐怖 快开始了 好 马上开始了 运动员们已经准备就绪 裁判发灵枪响 豆豆硬生倒地 硬生入水 那个拨不了 硬生入水 裁判发灵枪响 豆豆一马当先 硬生入水 但是暂时领天的是海天蚝油 海天蚝油为什么会这么鲜 海天蚝油加一点就好鲜好鲜 你俩搭得真好 我的天 你要干嘛 你要紧的 这也太鲜了吧 不是 你管管我 管管我 管管你啊 我会蝶泳 你会蝶泳 好 豆豆开始蝶泳 蝶在它下面的是菲尔普斯 不是蝶在一起 不是蝶在一起 换个 杨泳 杨泳 好 杨泳 男28岁 青岛人 在水下突出豆豆分离前行 哪个杨泳啊 青岛杨泳啊 自由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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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豆豆一脚踹开了杨泳 自己一个人游 他都自由了 这也太多学英诚了嘛 收钱 我有个必杀技 我用必杀技 必杀技 OK 豆豆用自己的必杀技 他开始用臂气油法 他一口气油了两分钟 接近了接近了 随着名字浮出水面 三天后 豆豆也浮出了水面 死掉了呀 死掉了呀 太吓人了呀 经济体育就是这么残酷 你不要帮我说死呀 后面还有两个项目 第二个项目 第二个项目是自行车 豆豆开始找自行车 他找到了 开始扫二维码 共享单车 谁打比赛用共享单车 来不及了 豆豆飞身上车 骑了50米 他觉得不舒服 又飞身下车 为什么又下来了呀 你没解锁呀 那我给扫的是什么呀 我刚才扫的是提取攻击金的二维码 我不要提攻击金 那我提了多少呀 没有啊 效果没给你浇攻击金 没浇攻击金 没浇攻击金 你别开心 你快跟我一起围权啊 我跟你围什么权啊 不给我浇 能给你浇吗 效果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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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还了还了 好 豆豆如愿拿到了攻击金 扫辆车继续比赛 这么顺利吗 对 三天后 豆豆死在了半路上 怎么又死了呀 你被攻击金 攻击了呀 你这样 你来青岛是不是有点肆无忌惮了 快继续下个项目 继续啊 最后一个项目 最后一个项目 越野跑啊 最后一个越野跑 豆豆开始跑了 他跑了一公里 跑了两公里 跑了三公里 他从跑步进场下来了 不要练了呀 直接开始 好 随着这个比赛 进入到最后的阶段 对选手们的体力 是非常大的考验 豆豆开始高抬腿 开始开合跳 开始深蹲 开始翻肝斗 不会翻肝斗 我继续往下 不会翻肝斗 好 在他前面 是本次比赛最大的热门 来自日本的真子 真子怎么这么快 因为没有人敢跑在真子前面 我不管 我要超过他 我要加速 加速 最后50米 最后50米 豆豆开始加速了 他开始加速 他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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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盘会员 哪个加速 物理加速 物理加速 好 豆豆开始物理加速 加坏了摆臂 他双手向后 他摇起了花手 他开始嘲讽针子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不要惹他 不要惹他 不要惹他 超过去就行 豆豆 豆豆跑得非常成功 他超过了 他成功超越了真子的第一个 撞到了终点线 yes 冠军 这次没死 好 豆豆气喘吁吁的 跑到了领奖台 大声的呼喊 我喊了什么 雅典胜利了 还是死了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大家好 我是小北 大家好 我是豆豆 我们是高低组合 为什么叫高低组合呢 因为我们高低 想再演一场漫才 说到演啊 小北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演员梦 演员很难啊 要不你先演三角形吧 演员 actor 演员不稳定啊 都这时候了 什么稳定啊 那还是三角形稳定 稳定吧 说正经的啊 其实一考的时候 我考过表演 没有考上很遗憾 这样你陪我重现一下 我一考的那天 好 我演我自己 那我演的那天 你遇到的所有人 所有人 群像很难演的 没关系啊 你演你的 我们演我们的 是吧 对啊 yes 哇 你进入角色好快啊 那咱们从那天 早上起床开始 可以 好吧 四哥你终于醒了 没有女朋友 高中没有女朋友 宝贝你终于醒了 男的也不行啊 我是你爸 我还跟我爸睡在一起 儿子我跟你说啊 今天的艺考至关重要 考不上你将会一世无生 你终究是个废物 爸 你说话也太恶毒了吧 对啊对啊 怎么这么说我们儿子呢 我怎么跟我爸妈睡在一起 怎么床上还有狗啊 老婆昨天做的饭也太辣了吧 狗是我爸呀 我们家也太奇怪了吧 这样赶紧叫个车去考场 好吧 好 物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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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护车不行吗 有病的差一位 有病的差一位啊 救护车还趴活吗 不是你叫一个常见的车 就可以了 上车车好吧 上车投币 公交车还行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摇摇车 汽车就可以了 汽车就可以了 汽车就可以了是吧 好了 好快的提速啊 好灵敏的操控啊 这什么车这么厉害 这是沃尔沃S60 极夜黑限量版 哇哇 哇哇 行 这车不错啊 买的时候联系你 是这样呢 去考场啊 去考场 我们现在考场门口 考场好吧 有的人在补妆 有人在紧张 有人在练声 那时候没人做核酸啊 没有人做核酸是吧 直接面试吧 直接面试吧 好 下一个考生 豆豆 我 和校长的女儿 好紧张啊 你会说话吗 会 你会走路吗 会 恭喜你被我们录取了呀 这关系走得也太明显了吧 下一个考生 豆豆 我 会飞吗 不会 淘汰 淘汰 你别淘汰 老师你给我个机会 你考一考我基本功什么的 考基本功是吧 那个给老师来段绕口令吧 好 割胯刮框过宽钩 赶快过钩看怪狗 还能再快点吗 割胯 刮框过宽钩赶快过钩看怪狗 再快点 割胯 刮框过宽钩赶快过钩看怪狗 你这太慢了 太慢了 太慢了 你这人嘴皮子不行啊 这能有多快啊 听老师的 割胯 这是啥 就两个字啊 不是老师 你考考我的专业 表演专业 考专业是吧 这样老师给你个规定情境 然后老师说什么 你演什么 考考你的应变能力 好 现在你和你的女朋友 在危险的丛林里面探险 突然遇到了恐龙 两个人不知所作 开始接吻 老师也接一个 老师也接 老师接个电话 老师接个电话 那龙怎么办 发门口就行了 继续接 继续接 不是老师你推荐一下剧情 好啊 这个时候恐龙伸出了残暴的双手 继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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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龙 这么爱磕CP啊 这个是 Alone 什么龙 就是单独的 孤独的 无依无靠的 Alone 笑语文化 这没人管你了是吧 不管那么多了 恐龙现在跑到了你面前 说如果你回答不出我三个问题 我就要把你吃掉 恐龙怎么还提问题啊 什么龙 不停炫 什么龙 耳龙 什么龙 一见面就喜欢助你裁员工滚 什么龙 生意兴隆 什么龙 永远见死不救 什么龙 喊破喉咙 为什么都是脑筋急转弯啊 老师 因为这个故事的地点 发生在罗纪公园 恐龙不是在猪罗纪公园吗 猪呢 你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 你就是猪啊 太烦人了 太烦人了 恐龙骂人也太难听了嘛 好 这三个问题都没有回答出来 恐龙把你们俩逼到角落 张开血盆大口 在你女朋友耳边说道 他说什么 这老爷们要智商没智商 要个头没个头 离了算了 这点的什么桥段啊老师 恐龙让离啊 我不演了 这也太扯了 我就说演员很难吧 那还是得演三角形 要祝大家 祝大家 嗨 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豆豆 今年25岁了 其实对于一个男生来说 25岁是一个很微妙的年龄 你生理上的那个开关 基本上就被关掉了 对吧 不会再长了嘛 对吧 我现在妹妹洗完澡 都会看一看镜子里的自己 OK 我的身高呢 就定格在了1米68 这其实是一个痛点 我现在去坐地铁的时候 和很多女生一样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人 属于我自己的杆子 我心里才会有安全感 我要么扶着它 我要么靠着它 我要么抓着那个吊环 因为我一般抓不到上面那个杆子 我只能抓到那个吊环 而且吊环一般都会有个广告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挺巧妙 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 是我跟庞博两个人去公司改稿 早高峰非常的急 我们被人流涌到了车厢里面 谁都没有抓到杆子 我心里非常的紧张 果不其然 车一开我就往后倒了一下 然后庞博就扶了我一把 然后他对我说 你可以抓着我的包 当时我觉得我好娘 但是我想他也没有抓着杆子 他是怎么站住的 我就抬头看他 哇 庞博用手 顶着那个车厢的天花板 像钢铁侠一样 他好闷啊 25岁这一年也迎来了 自己人生上的一些小小的变化 我也交了自己的女朋友 我也发现 其实爱情好像也不全都是美好的滋味 我们也在一个磨合的时期 我的女朋友呢 她分不清东南西北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分不太清 年轻人不太会用这种 old school的变味方法 大家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定位系统 找自己的参照物 我的女朋友就是 三个参照物 全家 星巴克 地铁站 每次的 你会问他 你站在那儿 我在全家这儿旁边有个星巴克 后面就是地铁站 在上海 这三句话 你说得像没说一样 你站在任何一个地铁站 放盐望去四个星巴克 我女朋友出门以后 她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她只看导航 她只看导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 一个女生看导航 我女朋友点开 那个导航软件的时候 那个导航软件的时候 她会先跟着 那个光标 转上那么一圈 像一只净化的数码宝贝一样 她得先跟那个光标呼应上 然后她就把自己 托付给那个光标了 她会把手机卡在自己的胸口 鼻尖锁止的方向 就是目前光标行进的方向 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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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们都用过导航软件 对吧 你刚点开它的时候 它的GPS信号不是特别的强 会有一些小小的错误 我女朋友大概走出去十米 发现自己走错方向了 她会有一个 非常迅猛的转身 那个转身 你们有没有玩过 那个神庙逃亡 就是那种 不做任何准备 没有任何思考 那个转身快得 姚明的防不住 这个梗确实有点直男 阿宁卡卡 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 她说她要去个什么地方 她说她来导航 我就跟她来导航走 到了一堵墙的面前 她停了下来 是那种很淡定的停下来 没有很慌张 没有啊这是哪里 没有很淡定 感觉她在等这堵墙 感觉她在合这堵墙 排队 我在边上 我很着急 我说我们在等什么呢 导航说这里要执行 这是一堵墙 我知道 但是导航说这里要执行 哦不是 你知不知道墙是什么意思 墙的意思 就是拒绝的意思 refuse 秦始皇当年 为什么要造长城 为的就是让那帮敌军 来到这堵长城下的时候 走吧 长城 这怎么的 观众是我女朋友 她可能会改写历史 对吧 我看导航说这里要执行 他要是直接赐奔了 那是女生 25岁了 也迎来了自己事业的上升期 今年也办了自己全国的巡演 去到了很多的城市 我发现在很多城市的地铁里 都会有这样一个 违禁品宣传片 就是告诉大家什么东西 你不要往地铁上带 我觉得大家大概的意识里 是知道我什么东西 不要带到地铁上的 但是这种宣传片 它往往拍得非常的奇怪 就是会有一个大哥 他拿着一箱子 所有不能带的违禁品 放到那个安检仪上 然后那个安检人员 小姐姐会跑出来 这个 然后那个大哥 你们去想 那个箱子里装了汽油 硫酸 烟花 这么大一个煤气罐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 没有一个人 他的爱好是去搜集 所有的地铁违禁品 装在一个箱子里 也不盖个盖子 像一盘菜一样 端到那个安检仪上 说 我今天叫富贵显中求 好 我要比了 进击了 学习了 我回家了 我回家了 不比了 不比了 那箱子里还有一把弩 一把弩 谁要带一把弩上地铁 一把弩 Cosplay绝地求生吗 一把弩 而且你都带了一把弩了 就未必要过安检了吧 会不会太讲道理了 这个杀手确实不太冷啊 你们大概都能想象到 他收到那条任务短信的时候 心里想的是什么 今天晚上八点半 人民广场 国际金融中心 把张氏集团的大公子做掉 不要留下任何的痕迹 人民广场 那还是地铁方便啊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豆豆 今年25岁了 说实话 我前24年都相当自信的一个人 心里非常健康 没有任何的焦虑 从小一直被家里人夸到大 见到亲戚朋友都是 哎 豆豆挺帅的 挺帅的 小伙子挺帅的 你们能感受到那种敷衍 在长辈的概念里面 你只要五官没有太大的缺陷 你不要少个眼睛什么的 你都可以不用帅这个字来形容 直到去年我参加了个节目 叫超新星运动会 完了 世界观崩塌了 这帮朋友真的太帅了 对吧 我就发现帅 和挺帅的 还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 这个节目他会邀请很多男团的爱豆啊 小鲜肉啊 练习生啊 我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混在这个里面 对吧 他们的名字你们也应该听过 像什么 余小彤 周俊伟 哇 他们那种帅 真的帅 你知道吗 打在你脸上那种帅 吸引人目光那种帅 就是我就是那种帅 作为一个同性 你看了之后完全不会忌妒 你只会觉得 OK 他好自如啊 我跟这帮朋友待在一起 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每天一起训练 录制 核酸检测 我一整年就说他们 朋友们 我都开始自我怀疑了 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长成这样吗 他们不但帅 而且非常年轻 我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24岁 我觉得也还行嘛 这帮小朋友 18 9岁出道了 所以他们对每一个体育项目 充满热情 这个运动会 我抱了射箭 还有武术 武术我还选的相对简单的 太极拳 说是运动会 那一个礼拜 我没怎么出汗 我天天像个公园老大一样 来了 来了 注意安全 活动开 到了最后一天 有个团体项目 接力赛跑 朋友们 我很久没有赛跑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要用我的双腿去战胜别人了 我在生活当中什么时候会赛跑 我在地铁换衬的时候 我看你边上那个哥们走得比我快一点 你在开什么玩笑 他俩表演还好 而且我走着走着我会突然来一个这个 你们会吗 再加速一次 这什么 这生活推了你吧 COME ON BE QUICK 我跑第一棒 发灵枪一响 我感觉身后窜过去三四个黑影 我当时就觉得 我是在前进吗 为什么每个人离我越来越远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当某一个物体快速经过你的时候 你的身体上会有一些下意识的自然反应 我不由自主地就发出了这样一个声音 我那天像只会跑的尖叫鸡一样 比完赛主办法也挺热情的 给我们所有人包了一次头等舱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次旁边坐的是彭一燕 你们有跟彭一燕坐过飞机吗 朋友们 你们知道跟彭一燕坐飞机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就是你会完全忍不住想要看它 这件事情无关乎于性别 哪怕我是吴彦祖 我坐飞机的时候碰到彭一燕 我都会放下手里的行李 雷猴啊 彭先生真的长得有点过分帅气了 整个在等待飞机起飞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在看这个男人 我连安全演示片我都没有看 我一直在看他 告诉他一个生活当中的小常识 就是当你对某个人感兴趣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看 你记得用你的余光看 你不要瞪着人家 哪怕我是彭一燕 旁边坐的是吴彦祖 吴彦祖一直这样 你嚼了这个事是我没啊 一打无糖口香糖 嚼出我的份 兄弟要不来两连 也挺奇怪的 对吧 紧接着飞机起飞的 进入到了平飞的阶段 大家在平飞的时候 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 彭先生开始给他的朋友发语言 我是真的没怎么见过世面 我给空姐叫过来了 我说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她可以上吗 空姐也很礼貌 很小声地告诉我 先生 其实你也可以上 那我要怎么上呢 空姐说 先生 你扫前面靠背上的一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我说我没往怎么扫这个二维码 空姐说 对 先生 所以你是在起飞前扫这个二维码 我起飞前没有扫二维码 我都在看彭艳 我连安全演示片我都没有看 所以我当时脑子里真的有个想法 要不要让彭先生给我开个热点 但是我忍住了 朋友们 我觉得明星跟超新星之间 还是应该保持一些距离的 不过在我跟空姐 产生这段对话的过程当中 我很明显听到彭先生 发出这样一个声音 我说我没往怎么扫这个二维码 彭先生 我觉得这帮明星朋友 平时压力应该也挺大 应该很久没有经历 咱们正常会经历的小困难 小挫折 小尴尬了 对不对 那么今天彭先生 会不会来到咱们录制的现场呢 不可能 他抢不到观演资格 他勇往他也抢不到 谢谢大家 谢谢 我觉得再不搞一些花活 很难晋级了你知道吗 大家好 我叫豆豆啊 今年24岁了 我发现24岁的我 比之前的我已经成熟很多了 我小时候是那种特别调皮的小孩 经常上课说小话 被老师抓出来 我爸就是我的英语老师 经常上课就是 豆豆啊 不要吵了呀 来站起来 你看你一吵我把你揪出来 你一个人耽误大家一分钟 全班一共45个同学 那就是45分钟 你一个人耽误大家一节课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老师的概念里面 这个动作就像一个程度副词一样 但是情绪你发现了吗 Seriously Really You have to do that 朋友们这段教训通常到这就结束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一个同学敢搭话 敢揭馋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有个勇敢无畏的同学站起来 老师 那这节课 别上了呀 耽误了就耽误了呀 但是到了下课 我爸又会说同学们 我耽误大家两分钟好吧 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同学 他就更加应该站起来 老师 我们班一共45位同学 你耽误每个人两分钟 那就是90分钟啊 下课笼共10分钟 你还欠着80分钟 要不后面两个课 你也别上了呀 我小时候成绩特别差嘛 所以我特别害怕一件事情 我特别害怕老师考完是发卷子 哦 你们觉不觉得每一个老师考完是发卷子 就像一个他们的娱乐活动一样 他们特别喜欢掌控那种紧张的氛围 哦 有没有看过咱们国内一些歌唱里的综艺节目 最后导演宣布成绩的时候就是那样 对吧 那个欲说还修 那个一扬顿挫 对吧 我爸也是 经常就是来到班里 把卷子往桌上一放 这一次其中考试啊 你也不知道咱在等什么 咱们班 只有两位90分以上 不是班长 也不是课代表 那么学习委员你觉得会是谁呢 更令我难过的是这一次考试 咱们班居然有位同学没有及格 我的天哪 这样的考试你都不及格呀 不想念别念了呀 罗里巴塑班天老师终于开始发卷子了 老师发卷子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 他会在念名字和分数的中间 有一段非常恐怖的停顿 你永远不知道有多久 一般是这样 李旦 这节奏太好了 72 72 哇你感觉72这个数字是他刚算出来的 哦这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一般是念到我的名字的时候 逗逗 哦 48 对吧你们也感受到了 可怕的不是48 这个数字是之前的这个 哎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哦像一只资料快要死了一样 我觉得我爸发出 哦 这个声音是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声音 他比我的医生发出这个声音还要可怕 医生拿到我的体检报告单 哦 他还会想办法救我 哈哈哈哈 给大家谢谢 豆豆饿 嘿 what's up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good 嘿 OK let's have some fun 哇 大家好我叫豆豆啊 前段时间呢我下载了很多的APP 用来买菜啊 我发现现在很多的APP 他们的验证方式都很有趣 最常见的就是四个七纽八歪的英文字母 那个X长这个样子 哦那个H更过分 长这个样子 那个K啊 长这个样子 就每一个英文字母都像在参加女团选秀一样 我就经常数错 因为我是个女团爱好的人 我经常错个十几二十次的样子 我就发现现在的算法非常的精确 就是当你错的次数足够多 系统会自动地把难度降低到 跟你智商相对应的等级 我经常三个A一个B通过验证了 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的验证方式 是为了筛选掉哪些用户的 肯定不是我这种 虽然愚蠢但是很有耐心的用户 难道是那些从小学习特别好 见不惯别人字写的特别差的学霸吗 但是他们又是优质用户 对吧 而且这种验证码的存在 会让老师特别的难堪 我小时候就经常被老师说 杜杜你看你这个写的啥呀 字你都写不好 长大之后你能做什么呀 我长了之后可以设计验证码 我能努力还能当个医生什么的 听得懂这个段子的 就是听脱口秀的优质用户 现在还特别流行一种验证方式 就是在屏幕的左边有一个拼图 在右边有个相对应的空隙 你要把拼图滑到空隙里面 这个时候系统会提示你 你用了多少多少秒 击败了全国多少多少的用户 我不知道为什么像我这种 二十三四岁的热血男青年 会不会突然激发出那种 胜负的欲望 有些时候我明明通过了验证 我还回到这个验证证面 我要再来一次 刚才是一点三秒 啊啊 not my best I'm gonna try it again I'm gonna be the one 他这个太强了 他这个成功表演顶下去 我就发现这些APP 他们在被下载下来之后 丝毫地没有想要 跟自己的用户保持距离 他们每一个APP 都想要全方位地 快速地热情地了解 每个用户的喜好 他想要获取你的定位 打开你的相册 打开你的麦克风 前段时间我下载了 一个著名的APP 这个APP 它会在你想要入眠的时候 播放一些白噪声 比如说下雪的声音 婴儿喝奶的声音 好羊奶 选蓝盒 蓝盒没羊奶 全羊肉配方 好喝又营养 篝火的声音 来帮助你快速地入眠 绝 仿佛没有打过广告 这个APP 它居然想要打开 我摄像头的权限 你是要看看 我到底有没有睡着吗 我觉得人和科技之间 还是要保持距离的 不然你不会觉得 自己下载的是一个APP 你会感觉自己交了一个 非常粘腻的网恋的女朋友 她想要读取你的定位 打开你的相册 打开你的麦克风 还有摄像头 对吧 而且每一个APP 跟那些缺乏安全感的女生 都很像 她们每天每天 会重复问你一个问题 她想要让你 对她做出评价 你喜欢我吗 我好看吗 写到评论 right now 告诉别人 快点 对不对 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 现代科技 发展到了一个什么地步 前段时间 我还下载了一个 运动力的APP 我听到还特别喜欢下APP 这个APP 我们研究了一下 你可以在上面 云直播自己跑步 这就意味着 有人可以云观看你跑步 他们甚至可以为你喊加油 你说到了一次加油 朋友们 你们知道 我上一次跑步 被别人观看 是什么时候吗 是我高中 大扫除的时候 跑出去打篮球 被我们叫到这人抓住了 把我们在操场上跑圈 来呀 跑起来 打篮球不是很厉害吗 我觉得跑步 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 因为它的过程很长 但我只想让你看到 我的结果 我跑完之后瘦了 自我提升了 多少人在朋友圈发的 都是跑完之后的路线图 没有人会发自己 跑步的时候动图的 开两圈 没有人会发这个的 对吧 而且你们能够想象 几个 我跑着跑着 耳机里传来 叫老主任的加油声吗 哎呀 跑起来 把篮球不是很厉害吗 我今年24岁了 我发现到了我这个年龄 我跟长辈之间的距离 好像慢慢地拉远了 有些时候是被迫的 因为他们越来越不懂我了 我的外婆就不理解我 为什么不爱吃早饭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 不爱吃早饭 早饭在我们生活当中 占的比重很小 我们可能一片面包 一杯咖啡 一听的生活就开始了 但是在长辈的概念里面 早饭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情 我们家早上要炒菜了 要煮一锅粥 一大锅粥 共一家人喝 每一次外婆把那锅粥 端到桌子上的时候 我都会产生一个疑问 我们家有这么多人吗 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in my family? 那锅粥啊 从早上6点钟开始煮 差不多到9点钟我去喝 那就不是一锅粥 那就是一锅饭 加了水的饭 湿润的饭 我们家早上喝粥 用筷子的 那锅粥厚的 我把筷子插在那个粥里面 那个筷子能够站在那 然后像小区门口的停车杆 一样缓缓滑落 我是真的喝不下去 但是我的外婆更不能理解我 为什么到了半夜12点 我喜欢看一些吃播 现场有喜欢看直播的朋友吗 有喜欢在半夜12点 看直播的朋友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像我这种 二十三四岁的热血男青年 到了半夜12点 身体上有个开关 被打开了一样 我对食物的那种渴望 Oh my god I'm hungry 真的是 他的语气词全是用英语来完成 而且那些up主 那些主播 他们吃的那些垃圾食品 好像越多我越开心 十桶泡面 二十个鸡腿 因为这种事情 你平时敢想不敢做 但是有人替你做了 你就满足了心中的那种 好奇心和犯罪感 对吧 这种理念你很难传达给外婆 他也理解不了 你举不出那种特别健康的例子 没有人直播的时候喝粥的 你打开任何一个直播软件 没有一个主播会说 各位老铁 今天咱们喝粥 一大锅 我看弹幕里有朋友说 这是饭 这不是饭 这是外婆煮的粥 好吧 谢谢 各位老铁 过来玩过来开心吗最近 开心 大家好 我叫豆豆 我最近很开心的一件事 就是我改掉了一些坏习惯 我已经不在坐地铁的时候 玩手机了 因为我觉得站着玩手机很累 也很伤颈椎 我现在喜欢在坐地铁的时候 做一些别的事 看别人玩手机 有一次一个大哥 扫高峰很挤啊 在我的边上用手机看美剧 我就跟着一起看 但是他是戴着耳机看的 我听不清 观感体验很差 我就贴着他 然后这个时候 谢尔多说了一句话 挺好笑的 我就笑了出来 我大哥就回头看了我 很生气的样子 我说咋了大哥 你没有听懂吗 大哥说我听懂了 我说那你不笑 他应该听懂了 前段时间有个剧很火 叫隐秘的角落 所有人都在看 我也在看 但是我是那种追剧很慢的人 大家都看完了 我才看到一半左右 我就发现我身边有一些人 他追剧很快 他就有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有一天也是 我在吃饭拿手机看这个剧 一个同事走过来拍了拍我 哎呀 逗逗啊 你才看到这儿啊 我都看完了呀 哎 你是不是不知道 最后张东升怎么样啊 那我不跟你说了 你到时候说我剧透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剧他看完的 就像他拍完的一样 它只是一个时间跨度的问题 对不对 我只是完成的比较慢了一些 我迟早也是要看完的 而且我觉得这帮人 他们只在追剧这一件事情上 对时间特别的敏感 因为我感觉身边 从来没有那些 比我年长的朋友 会跑过来都跟我说 逗逗啊 你才24啊 我都48了呀 你是不是不知道 我最后没有嫁出去 没有这样的人 你只要停 让大家为有时间思考 前段时间 我一直在追一个综艺 叫《动物世界》 我把它当综艺看 很好看 因为我原来以为 它只是关于动物的纪录片 其实不是的 里面有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旁白 这个旁白很厉害 会给每一只出场的小动物 都串上一条故事线 来吸引你继续地看进去 首先它会给大家都 先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 这只年仅三个月大的 肯尼亚师叫Kevin 旁边的这一位 是他的母亲詹姆斯·琳达 也是整个族群的掌门人 今天将会是Kevin 第一次参与族群的狩猎活动 他们的目标 是这一只雌性的非洲鹿 阿曼达 这也将会是Kevin 第一次凌冽到 非洲大草原上 亘古不变的道理 优胜劣汰 弱肉强食 接下来整个45分钟 詹姆斯家族都在那里发呆 阿曼达就在边上吃草 阿曼达心里都等着急了呀 不是说话要吃我的吗 怎么还不来 餐前祷告吗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整个画面相对来说 是比较静态的 就是一群正在发呆的狮子 和一只正在吃草的非洲鹿 但是穿上旁白 你就想要继续看下去 而且但凡狮群 有一丝丝的风吹草动 比如说一只狮子 突然站了起来 旁白又起了 阿曼达儼然没有意识到 危险正在一步一步地 向她靠近 这个时候阿曼达会来个这个 朋友们这个段子 我最多演到三十岁 往后演身体会出一些问题的 阿曼达在被吃了之后 极大的激发出了 凯文对于捕猎的兴趣 八个月之后 她已经成为了 詹姆斯家族的捕猎好手 今天他们在大迁徙的途中 遇见了一只老单的水牛 帕巴里阿布拉卡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道水牛就是正儿八经的 非洲名字 帕巴里阿布拉卡 阿布拉卡站在河边喝水 她儼然没有意识到 危险正在一步一步地 向她靠近 凯文从右侧方靠了过去 所有的同伴都读懂了凯文 那充满杀气的眼神 刹那之间捕猎开始 这个时候就会有一段 扣人心弦的非洲古乐 伴随着那段旁白 继续推进的故事的进行 哇 现在都要比这个了吗 他跟王兵果然是属于左 活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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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危险 阿布拉卡嗅到了一丝危险 他开始拼了面地狂奔 殊不知自己跑进了 詹姆斯家族设下的严密包围圈 但阿布拉卡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 他的眼里只有一件事 生存 只见这时 凯文一个箭步扑了上去 每次到这的时候你就知道 整个片子最紧张的时刻来了 我在电视机前已经这样了 但是每每到这的时候 画面里就会跳出来一个小老头 一个小老太太在那跳舞 今年爸妈不收你呀 不收你呀 不收你 这个段子我可以演到70岁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好 我叫豆豆 我发现长大了之后的我 变得非常的理智和敏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无意间 听到过别人打电话 我发现如果你没有经历过 他们所处的情境的时候 你是很难理解他们对话的内容的 有一次我听见一个男生 打给他的女朋友 他们应该是发出了一些争执 男生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情绪 直到有一刻他忍不住了 他终于说了出来 我至今没有理解那句话 我不允许你今天这么不开心 我当时就在想你有什么权利 我不允许你这么恶心 这种都能演出来 很难演 是吗 我感觉现在身边的很多陌生人 没有像我小时候那么友善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在路上走着走着 相向而来一位新人 有些时候人会莫名地变得很默契 比如说你往右 他也往右 你往左 他也往左 你左右个虚晃 他没有吃晃 他当下非常的懂你 他堵住了你的进攻路线 他就是你的最佳防守球员 啊啊 Not today I got you 但是通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都会停下脚步 让他从我的身边先过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安全 比较理智的行为 但是前几天我遇到了一个大哥 我们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我往右 他也往右 我往左 他也往左 我左右个虚晃 大哥不吃晃 我说OK 高手 我就停下来 让他从我的身边 先过去 但是这个他大哥 他在经过我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举动 他遮我 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原来我觉得双方都没有问题 但是他遮我就感觉 好像是我做错了 我就揣摩了一下他的想法 他应该是觉得 哎 你是不是觉得你挡住了我 所以你才会停下来 让我先过去 我们身边就是有这样的人 他就会先入为主 他是默认为 对方是先做错的那个人 所以我觉得 下次我再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就应该更加敏锐和警觉一点 我可以让你先过去 但是如果你敢揍我 我就敢绕回来 哎 说谢谢 这种事不能吃亏的呀 对不对 我现在有很多不能理解的东西 比如说 现在很多的短视频平台啊 会发布所谓的挑战 A41挑战 踢屏盖挑战 大家有没有觉得 现在这种挑战这个词 听起来就特别没有挑战 而且这些挑战在生活当中 没有任何的应用场景 A41挑战 谁要炫耀自己这样的身材 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你见哪个模特走踢台 是这样走 对吧 你带指了吗 我想写几个字 没有 但我有A41来 你写我这 踢屏盖也是 对吧 是 看起来很炫了 但是谁要这样开屏盖 生活当中没有人这样的 男女生出去约会 女生对人说 哎呀 我这个盖子开不开 你帮我开一开 男生说 好我懂 你拿好了 站稳了 好吧 哎呀 是不是踹到你A41了 不会有人这样的 对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 是什么把我变成了 现在这个样子 我小时候还是那种 充满童真 充满幻想的一个孩子 你没听到 我敢为什么就不看起来 对 我也不知道 父母是会很理智地 来教育你的 比如说大家小时候 有没有被父母问过这样的问题 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 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的梦想是什么 这样的问题 听起来看似非常的宽泛 但是其实是有标准答案的 老师 医生 科学家 律师 一般只有这几个职业 能够被称之为工作 其他的统称为打工 我小时候 我就特别想当一个奥特曼 我觉得奥特曼太酷了 我就每天想 天天想 念念想 就那种小孩的自我洗脑 是很强的 以至于有一刻我就觉得 我可能我就是一个奥特曼 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共通的地方 我们都喜欢打架 我们都非常的自信 奥特曼最自信的时候 就是他放大招的时候 我最自信的时候 就是老师上课提了一个问题 我好不容易知道答案举手的时候 我们连自信的动作都一模一样 所以这么重要的消息 我要告诉我身边最重要的人 我妈 我就挑了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六月一儿童节 我就跟我妈说 妈 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奥特曼 朋友们 假设我是一个来自影视剧里的孩子 我妈一定会半蹲下来对我说 哦 我亲爱的小詹姆斯 是的 没错 你就是一个奥特曼 所以你长大之后会去打败怪兽 战胜邪恶 拯救人类的对吗 哦 我亲爱的上帝啊 我可真为你感到骄傲 对吧 这个场景 你在很多的影视剧里 看起来都还挺合理的 对不对 但是当时我跟我妈说 妈 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奥特曼 我妈是这样回我的 百分百还原 早知道再生一个了 奥特曼 奥特曼你咋这么厉害呢 来奥特曼你过来 你过来 我不打你 你过来 我问你 你堂堂一个奥特曼 语文就考七分 咋了 你们奥特曼不说话呀 别哭了 今天六月儿童节 我不允许你这么不开心 谢谢大家 谢谢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北 还记得我去年的表现吗 记得 不记得很正常 第七被淘汰了 很正常 然后被淘汰之后呢 很多微博网友 真的非常善良 很多微博网友 给我发私欺安慰我 说小北你加油 你是最棒的 我们会一直支持你的 但当时真的不用安慰了 你知道吧 因为当时已经被淘汰一个月了 其实理由很简单 我觉得跟大家说 大家一定能明白 因为我们线上节目 是提前录制的嘛 第七期我被淘汰的时候 我们才播了两期 而且我们签了保密协议 就是在节目播出之前 是不能关注 啊 比赛今要哪一步啦 谁都冠军啦 王免不配 这都不行 你知道吧 你非要cue我吗 怎么这么招乱恨呢 但那个时候 已经有人都认出来了 那个时候我在上海大街上走 突然有一天 有个大哥认出来 他说哎 你是小北吗 讲脱口秀那个 我说我是 你好你好 他说小北今天要特别看好你 我觉得今天不贯 我说大哥我加油吧 我加油吧 谢谢你 然后我转身就走了 大哥真的非常喜欢我 因为我走之后 他也没有走 他站在我的身后 跟随我走路节奏 边在我背后喊 小北冠军 小北冠军 我边走边那儿哭 我说大哥你别说了 我签了报名协议啊 小北镜好大哦 镜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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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到现在 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就这种陌生人 带来的热情和关心啊 不光是陌生人 就是我父母 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我现在上海工作嘛 然后我爸就经常 会发一些安慰 关心我 但是每次发来的话呢 都有些奇怪 你知道吗 我爸经常会发 他说儿子 干嘛呢 发张照片看看 我说爸我没照片 他说你现在拍一个 我说爸我那个 我先不跟你聊 我去洗澡了 然后过一会儿 我爸又给我发来 儿子你洗完澡了吗 我说你再这样骚扰 我就报警了 我跟你说 真的 我爸的爱 真的有点变态 然后我就想长大之后 有一些自己的空间嘛 有一些选择 然后那种感觉 我想要的选择 就是小时候 我妈妈虽然每天 都给我做红烧肉啊 但都不如我自己买的 五毛钱零食香啊 即便我知道 那是不干净的地沟油 但起码是我自己选的嘛 对吧 有一天我偷吃那个零食 被我妈发现 我妈特别生气 说你天天不吃饭 就吃这个油 你知道这是什么油吗 我说自由 我妈妈也没有跟我生气 就娓娓道来跟我说 那你知道妈妈做的油 是什么油吗 妈妈用菜做的油 是什么油吗 妈妈做的用是 I love you 我这抠了 这个能取消吗 你打电话问 打电话问问 什么玩意儿 好了好了 镇静一下啊 然后 其实越长大 真的越跟父母相处不来 真的相处不来 我最受不了我妈妈一点 就是我妈妈这个人 真的非常爱干净 非常爱干净 甚至有些洁癖了 你知道吗 她洁癖到什么程度 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 但这百分之百是真事 我妈妈有多洁癖 我妈妈为了让家里的椅子不脏啊 我在家吃饭 整个穿裤衩 这是真事你知道吗 我爸爸呢 也要这样 到我妈妈不一样 你知道吗 我妈妈有睡衣 我和我爸不配哦 你知道在我们家吃饭 有个什么样的景象吗 就是一个穿着睡衣的贵妇 和一对海尔兄弟 虽然吐槽我妈妈这么多 但是我还是非常爱我妈妈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妈妈非常支持我讲脱口秀 我妈妈第一次来看我讲脱口秀的时候 我在舞台上讲的就是这个段子 我妈妈在下面笑的前一会儿 和非常开心 你知道吗 我爸坐在旁边一笑都笑不出来 我今天讲的是 谢谢大家 我是小北 谢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北 今天呢 这个有个主题啊 是恋爱 我想和你谈谈 其实我想说的是 恋爱综艺 我想和你谈谈 我去年上了特别大会之后呢 有恋爱综艺找过我 然后当时经纪人跟我介绍 他说这是一个艺人和素人 谈恋爱的节目 那么我说我作为艺人来说 还要多了解一下 对不对 我说那这个节目 有多少个素人呢 经纪人说 加你一共三十个 我说行吧 然后当时又联系到导演组 导演组给我介绍 这个什么节目 这是五位女艺人 和三十位男素人的 一个恋爱组 我说你等会儿 我说五位女艺人 和三十位男素人 在同一个屋子里 这是个平等的恋爱节目吗 这不是女明星快乐屋吗 你不见得快乐 然后没有去 我就开始看恋爱节目 这两年真的非常多恋爱节目 现在恋爱节目真的很假 我很难带入进去 因为找的都是一些俊男美女 工作体面 身心健康 这种人怎么可能 是谈不到恋爱的人 就照着我这个刻板印象来看 我觉得他们不伤害别人 感情就不错了 而且之前确实出过事 上了一个热搜 当时一个恋爱综艺 两个素人在一起之后 发现这个男的 跟别的女生聊七七八八的 然后被网友一顿捶 当时我都蒙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 素人人设还能崩的 我觉得节目组 如果真的想为我们这种老百姓 做点实事的话 他就找一些那种 单身很久母胎solo 渴望爱情生活朴素的 比如我的朋友 何广志 解决一下社会问题 而且现在恋爱综艺 真的太气人了 那些人都太会演了 我太生气了 我跟你们讲 我有一次看个恋爱综艺 一对男女去逛超市 当去冷藏区的时候 那个女生准备 打开冰箱拿一个东西 那男生突然说 你等会儿 你离冰箱远一点 不要冻到你 我说等会儿 我说什么叫冻到你啊 我说这个女生是不会使用冰箱 是吗 如果你不说的话 她就马上进冰箱里了 是吗 她说你走吧 我到家了 她说怎么想呢 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女生过两天呢 就真的感冒了 只能说巧 对吧 然后男生第一反应就是开车 然后出去买药去了 这种节目一般都能观察嘉宾 观察嘉宾看到那个镜头都疯了 她说啊 她也太甜了吧 我说哪甜了 我说这不就是卖卖棋手吗 那个观察嘉宾很大的责任 就是烘托现场气氛你知道吗 尤其是有一男一女 在一个私密空间的时候 他们就跟人讨论 他说现在一男一女 在一个私密空间 他们的感情很容易急速升门 我说你放屁 屋里还有几个摄像大哥呢 没有错 不然会怎么有这么多镜头啊 我觉得现在的恋爱节目 跟我小时候看得太不一样了 我小时候看的恋爱节目都很真实 我小时候看的是《非诚勿扰》 你还记得那个节目有多真实吗 就是一个男生上来 说大家好我是 没等这个男生说完的 那女生说 这也太丑了吧 棒就把灯摁了你知道吗 棒就给灯摁了 然后随着那个男生介绍自己 然后听到那个 然后直接开始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你才多真实呢 而且我觉得现实中的爱情 不会像恋爱综艺那么做作 你知道 因为现实中的爱情都是互相折磨 之前我谈恋爱的时候 我女朋友突然有一天问我 她说小北 最近发明出一种 能够让男人体验分娩痛苦的仪器 你要尝试一下吗 我说什么玩意儿 我真的是没听懂 你知道 我就上网开始查 然后弹出来第一个词条写的是 男子体验分娩痛苦 痛到发抖 女朋友在旁边感动到 泪流满面 我心想那是感动的吗 应该是笑出了眼泪吧 你知道 我还问我的女朋友 说为什么要让我 体验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那么疼 我女朋友说 让你体验这个东西之后 你知道我们女生 有多不容易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姐妹们 我们男生体验之后 第一反应 不会觉得女生 有多不容易 我们只会觉得 还好是个男的 我下辈子还要做个男的 我要做男人 Forever 而且我觉得 你不要让老公 体验那个东西 男人那个德性 你们还不知道吗 没有体验之前 你老公陪你生孩子的时候 你在旁边问 老公 你知道我都痛吗 你老公说 宝贝以后加倍的你好 所有包都买 所有家务都我做 假如体验之后 你旁边问老公 你知道我都痛吗 我知道啊 小本的现场很好 而且这次疼了之后 你得到了一个宝宝 上次我疼的时候 只得到你的嘲笑 你看 就是现实中的这种爱情 确实残酷啊 然后折磨啊 没有恋爱中一甜 但是还是希望 大家能够勇敢地 在现实中谈恋爱 因为生活中 体验了真实的痛 才能体验到真正的快乐 谢谢大家 我是小北 谢谢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啊 我平常坐飞机的时候 特别喜欢坐在靠窗的位置 我觉得很舒服 当我每次都怕 我坐在靠窗位置的时候 旁边坐一个人 对窗外的景色 分外好奇 那天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那天我刚坐这 旁边过来一个大哥 你知道吗 他刚坐在这 脸就操这来了 那个大哥长得什么样子 就满脸落腮胡子 长得特别壮那种人 你知道吗 我当时特别紧张 我特别怕他看着看着 突然亲我一下 你知道吗 然后观察了一会儿 发现他只是想看云彩 我就想怎么避免一下 这个尴尬呢 你知道吗 我准备闭眼睛眯一会儿 然后一个小时之后 一睁眼 大哥脸还在这儿 当时我就特别的紧张 我说这怎么办 他不能一路都这样吗 当时我就没有办法了 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亲了他一下 你拍得好好 对 他拍得好棒 就是你怎么避免尴尬 首先你要尴尬起来 你知道吧 把主动剑掌握在自己手里 后来你大哥再也没看过窗外 只看你 我这个人啊 虽然没文化没礼貌 但是还是有优点的 我这个人很孝顺 我现在一有时间就回家 而且我跟我爸妈的关系特别好 每次一回家 我跟我爸妈第一天无话不谈 第二天无话不谈 第三天无话 不谈了不谈了 那个时候你就会疯狂思索 找点话题跟你妈聊天什么的 然后找一些事情 然后那天我突然想起 小时候发生的一个事情 就是小时候我妈 突然有一天问我 她说儿子 你想不想要一个小弟弟小妹妹陪你啊 我说如果家里再多一个孩子的话 这个安全问题我可负责不了 当时我自己贼幽默 我觉得从小就是偷我去演员 就是爱开玩笑你知道吧 我就想起这个事之后 我就问我妈妈 我说当时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啊 我妈跟我说 当时确实怀了个孩子 然后当时因为我说那个话 她就没有那个孩子 然后当时我听了之后特别难受 然后眼眶都红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 然后我妈跟我说 是不是开起玩笑 我说妈 我好像知道我为啥这么没笔茂了 我当然开得起玩笑了 我今天在台上讲的几几分钟 哪句不是开玩笑呢 希望大家以后都开得起玩笑 好吧 谢谢大家 我是小北 谢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北 哎呀 没想到已经到半决赛了 说实话有点比不动了 身体有点吃不消了 前两天导演组问我 他说小北 你是不是创作里枯竭了 我说创作里还好 我感觉我杨寿快到了 真的太累了 我真的不能再搞笑了 再搞笑我就要进决赛了 我今天最后再给你们嘱咐几句吧 然后一会儿你们笑的时候 又大声点 我想风风光光地走 真是太累了 有时候我就得反思自己 我就说小北 你这辈子是不是成不了什么大事了 因为在我印象里 能成大事那种人 都是每天经历非常充沛的人 都是每天早上一床 就死我来了 都这种你知道吧 我每天早上穷上什么样子吗 我每天早上穷上 又来了 我说我还没有准备好 你知道吧 有天看到一个新闻 一下击中了我 一个新闻写 搜狐的张朝阳 每天只需要睡四个小时 我每天需要睡12个小时 我要睡得饱饱的 你知道四个小时什么概念吗 我看到我的手机 我手机显示 我每天玩手机的时间 是四个半小时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张朝阳甚至可以当我的护工 照顾我的饮食起居 我都能想象那个画面 你知道我 我躺在床上 我说小张啊 我一回准备玩会儿手机 你就一会儿把今天的叫睡了吧 然后那个时候就非常焦虑 你知道我怕自己得了什么病 我去看医生 我说医生看看我 我是不是快要死了呀 天天这么累 医生耗了我 卖着小伙子 你不会死 你不要紧张 你就是普通的盛亏 我说大夫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呢 但是我是个很乐观的人 突然就想到了一个 我特别适合做的职业 我觉得我特别适合做idol 你听我解释啊 为什么适合 我觉得我这个身体条件 基本能拒约所有诱惑了 我都能想象到 下两天我在大街上 突然有一个漂亮的女粉丝过来说 哥哥哥哥我们谈恋爱吧 我说哥哥呀 没有这个经历 哥哥比起爱你来说呢 更爱活着 不说了 哥哥走了 拜拜 好了别追了 哥哥跑不动了 然后医生给我唯一的嘱托 就是说让我平常多运动 然后我就开始了解很多运动 你们知道最近很流行的运动 叫做飞盘吗 就是你们现在心里想的那种狗玩的 我觉得现在就是人玩狗 已经满足不了人了 你知道吧 现在已经出现了人玩人的现象 然后一开始我玩的时候 我还不太懂 我还特意借了一条狗 到了操场之后 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带狗 我还跟那个编幕说呢 我说今天要辛苦你了 然后那天没想到主角是我 我贼累那狗贼无聊 然后那天杨门恩也在 杨门恩切儿灯跟我过来说 小北 玩狗有啥意思 玩狗 不如当狗 说完之后杨门追着飞盘就出去了 你知道吧 我给你解释一下飞盘这个运动 其实很简单 飞盘这个运动就是几个人 对几个人 然后来回扔飞盘 达阵得分啊 那个场景怎么形容呢 就是你们想象有个草坪 然后大家都跟狗玩 但是没有狗 大概就是那样的运动 当时我还不会玩 然后我在那有点局促 我就说 哎呀我怎么不会玩怎么办 然后有个人过来说 他说 小北你不要着急啊 一会儿会有人训练你的 结果真的就来了个教练 你知道吧 然后他拿着一罗飞盘 我们排成一个队 然后教练拿着飞盘说 跑 我当时还笑话呢 我说这也太可笑了 到我这 我抓就出去了 你知道吧 当时那飞盘飞得有点高 我脑海中出现三个字 用嘴雕 最后训练完之后 教练说 哎呀这个 我们排成两个队吧 然后大家一起握个手 你知道吗 我开始下意识 这样举了起来 你知道吗 我当时就特别怕 那个教练突然说 坐 我心想教练 你不会叫我巴普洛夫吧 而且里面的人 都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 你知道吗 真的有很多 爱健身的男生 然后身体非常健硕 然后争强好胜 那种感觉吧 我知道绝对不可能啊 但他们特别像 Rock忽兰的串 我刚写出来 跟你们笑得一样开心 我觉得这也太好笑了 没想到 没想到 然后我当时 我当时还问教练 我说你们平时 都怎么锻炼啊 他说三分练 七分喝 我说喝 他说对呀 喝经典有机A2纯牛奶 每百毫升有3.8克 原生五蛋白 高营养更亲和 是健身人群的好选择 当时我就说 那三分练是啥呀 他说然后教练 掏出了一瓶 经典有机奶 他说小北看见了吗 我说看见了 他说跑 让我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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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这太猛了 这个第九名 这压力就很大的 现在这个逃派的压力 都这么大 第九名发言压力就很大 三分上去了呀 这说啥呀 你们三个现在赶紧编 对 但是求问不求问 我也求你 我比赛发的时候出家了 明天开始 出家了 咱们缓和一下情绪 恭喜们恭喜们 来吧 让我们来看一下 第九名的名字 小北 小北 这压力也太大了 我松下 小北 作为一只轻松松弛弛的小北 接在杨文恩的后面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还会说些什么呢 小北的淘汰感言 会有多精彩 我们首先恭喜小北获得 2021年度透过秀台航榜 第九名 谢谢 最近家里也没啥大事 生活也很平淡 偶尔最近玩玩飞盘 也整不了什么想哭的场景 压力太大了 就是这季 我觉得我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 然后我觉得自己也很幸运 讲得也非常好 然后来到了半决赛 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 然后就是 我们还会经常见的 好不好 我也会经常在线线演出什么的 希望大家都能多来线下看看我们 好吧 好 见一面少一面的 好 好 恭喜小北 再见 下了多久 好酷啊 哎呀 今天情感浓度太高了 咱咱们 感谢观看